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财经周报 在乌克兰的议题里头 俄罗斯面临来自于欧洲的制裁 跟长期它的天然气收入的问题 那么这使得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经济 和政治关系都更加的紧密 这个礼拜普丁正式访问中国大陆 从北京到上海 而且中俄联手进行了军事演出之外 所有国际的焦点都是中国之间的天然气协定 天然气协定刚开始 这种最重要的外交谈判都会说 还没有谈定还没有谈定 但是最重要的礼物总在最后揭晓 中俄最后签署了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 天然气长达30年的供应协议 那么供应协议里头真正的价格多少 双方保密 外界猜测的价格是接近俄罗斯 卖给欧洲的价格 这比现在中方中国大陆 需要在亚洲整个天然气市场里头 购买的价格要便宜太多太多 所以中国可以说是这一次 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欧洲冲突里头的最大受益者跟赢家 那么同时这一次整个普丁来到了中国大陆 也特别的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良好的 所以就特别拜访了很多过去东正教 还有俄罗斯人曾经遗留在中国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历史古迹跟特别的据点 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也明白的告诉全世界 都不是冷战结构的在一起 我们就只是好兄弟而已 在习近平与普丁的见证下 中俄正式签署了天然气供应协议 根据公开协议的内容 俄罗斯自2018年起 逐年增加对大陆的天然气供应量 最终达到每年380亿地方公尺 为期30年 中国急需清洁能源 也遏制不断恶化的空污问题 稍早与乌兹别克和哈萨克 完成天然气供应的西线协定 一年300亿地方公尺接管到新疆 以西气东苏送到大陆华中与华东 而这次与俄罗斯签订的东线工程 是大陆重要的能源战略拼图之一 建成后将供应包括北京在内的 华北与东北地区 这次与俄罗斯的这次协议 谈判过程漫长且艰辛 俄罗斯想把天然气 与国际油价挂钩 以卖到欧洲的1000立方米300美元 卖到中国去 但中国希望比照中亚国家的进口价 以1000立方米250美元买进 双方纠缠于价格问题 从2003年的胡温时代至今 一谈就是十年的时间 东线工期管道还一度停工 习近平与普丁在本周的第一场会晤后 发表联合公报 并签署包括武器研发采购 加强经贸合作 扩大货币互换等多项协议 但就是没有天然气的供应 许多国际媒体都解读 谈判又破局了 但就在普丁离开中国前 又戏剧化地签署了协议 普丁显得有些疲惫 但难掩兴奋之情 一场乌克兰危机 让欧盟加快寻找天然气的替代来源 要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而俄罗斯也要向欧盟表明 自家的天然气 不是只能靠欧洲市场 如果说这是国际政局的巨变 促使中俄这场十年的马拉松谈判 得以达政 那一点也不为过 俄国官员透露 这笔交易总价达到四千亿美金 但双方纠缠十年的单价是多少 却成了中俄间不能说的秘密 而一些分析师也认为 去年俄罗斯供给欧洲的天然气 达到一千七百四十亿立方米 尽管未来卖到中国的量 可提高到一年六百亿立方米 却也只有欧洲的三分之一 俄罗斯显然还是无法摆脱 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就说 中俄这止协议非普丁的胜利 只是更凸显俄罗斯 只能靠能源出口的经济窘境 然而从政治上看 这可能是中俄关系的心理成悲 俄罗斯面临北约的东霍与孤立 而大陆则遭到美国 重伴亚太的咄咄逼人 中俄抱团结盟 似乎也顺理成章 现在我们宣布 演习正式开始 习近平与普丁共同主持 中俄2014海上联合军演的开幕 而今年最大的不同在于 中俄海军不但都出动了 现役主力战舰 且参与舰艇全部混编 还将演练两军 共同在东海建立 战时防空识别区 这也显见两军的信任关系 更向外界释放中俄准军事同盟的信号 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 要靠亚洲人民办 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 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这是大陆一手安排的外交秀 与俄罗斯在能源与军事上的靠拢后 上海亚信峰会竟跟着召开 这个以亚洲国家为主体 朝向类似欧安组织方向发展的 安全战略对话平台 今年由大陆担任主席国 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题为 亚洲新安全观的演说 所有向美国叫板的意味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 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 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否则就会像哈斯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 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尽管一再强调 大陆一贯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但习近平一手拉拢着俄罗斯 一手积极串联亚洲国家 以地区大国的姿态 挑战美国冷战结束以来 主导亚太地区的老大地位